过年的时候少不了吃牛肉 腌牛肉的时候不要用盐和料酒腌制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首先准备一块牛肉 先让这个方向就是顺纹理 而这个地方是逆纹理 所以在切牛肉的时候要逆则纹理切 接下来把牛肉一分为二 然后再把牛肉切成薄薄的片状 尽量的切得薄一些 这样牛肉更容易熟 吃起来也更加入味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先放一边 然后再准备一些葱姜倒入少许的清水 再下手把葱姜抓捏出葱姜汁 腌牛肉的时候不用料酒用葱姜水 用葱姜水代替料酒 可以更好的去腥增香 抓捏出葱姜汁水之后倒入牛肉里面 然后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上色 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淀粉 再来一勺食用油 然后下手把牛肉搅拌均匀 让牛肉更好的入味 这里加淀粉是牛肉嫩滑的关键 抓匀之后放一边 盐至30分钟 让牛肉更好吃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辅足 拌成小段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温水没个辅足 转硬之后放一边浸泡两小时 这样泡出来没有硬心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加入两勺生抽 再来一勺蚝油 一小勺白糖 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胡椒粉 再倒入半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把料汁搅拌均匀 接下来转没个砂锅 油热之后把葱姜蒜炒香 然后再把泡发好的辅足放进来 把辅足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把牛肉倒在上面 再把牛肉平铺均匀 这样牛肉更容易熟 然后再把调的料汁倒进来 再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焖五六分钟 时间到我们再打开盖子 然后再放上一把干辣椒 再放入香菜和小葱蒸香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砂锅牛肉辅足宝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浅非常的好吃 牛肉吃起来鲜嫩可口 做法简单又好吃 做粘液饭的时候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真的太美味了 太美味了